四季分明的韩国 美丽的风景引人入胜 韩国的美食更令人实质大动啊 韩国泡菜不仅是家家必备的传统佳肴 更是韩国隐身武汉最重要的一部分 韩国烤肉是韩国料理的精华 韩国料理美味无比啊 想吃吗 想学最道地的韩国料理吗 现在江大厨请客 这就是这一次所要介绍的料理 红烧牛排 牛肉煮得非常软烂 咬下去入口即化 配上特调的红烧汤汁 提升了牛排的鲜甜 美妙的滋味让人吃起来心满意足 你要去约水 我要去约水 再找两个人 可以脱八个圈 不能脱八圈 我们在研究果粹 你这样子就不公平了 我也要吃 嗯 嗯 这个比糖考虑 嗯 真的 嗯 嗯 我能吃到小孩子会很喜欢吃这个 来 再来 你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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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有 我友 andere 我还没想到 我还没有想掉 我唷 我还没有想到你了 大厨请客 又到我们这个请客的时间到了 今天这道菜我很喜欢 所以我很兴奋 好 今天要介绍什么东西呢 其实这道菜在韩国来讲 很重要的主菜 如果说在菜桌上面 能够把这道菜端出来的话 端出来 表示这家有点富裕了 对 有点富裕 或者是来重要的客人来 重要的客人 我才秀这道菜给你 很重视的客人才会把这道菜秀出来 对 因为这道费工费食 费食 然后在一般的餐厅 还不一定可以吃得到 因为它就是费工费食 一般餐厅不愿意去卖牌 对 那这道菜叫什么呢 就是红烧牛排 这是我们给它改变出来的一个名字 在韩国叫 卡比筋 卡比就是带骨头的牛肉 卡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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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筋就是 焖也好 烧也好 都可以用筋来形容 都是用这个形容词来形容 但是这个牛肉 牛肉大家都知道 牛肉的营养价值 可是有一部分人 不一定知道的那么的详细 就是牛肉其实本来 它有很丰富的铁质 这个铁质跟钙质是有密不可分的 这样的作用 对 如果人体铁质不够的话 对 就不太容易吸收这个钙质 对 这样的骨头就出问题了 然后呢 在韩国是这样的 假设你去开刀的话 医生说 因为开完刀 就是元气大伤 对 他说你吃一点牛肉没关系 但是你不可以吃猪肉 因为猪肉它是吃收水长大的 但现在时代不同了 那它吃收水长大之后 它会有发炎的作用 催化你开缝的地方会发炎 但是牛肉呢它脂肪少 它是吃草 草类 吃草长大的 素食动物 对 所以它的肉是蛋白质又高 它没有那么多脂肪 它是可以补充你的元气 所以如果你想吃肉的话 你还是要吃牛肉 那今天我们这个牛排呢 处理有个过程 就是说先介绍食材 好 食材之前 对 其实这道菜很肺功 肺功的定义在什么呢 就是它一定要用心 对 其实所谓的闷的这种东西 对 红烧的东西 如果没有分析 没有这个用心在里面 对 它很容易做得很炒帅 然后这一道呢 并不是说跟一般的卤菜一样 我把材料全部放进去了 我就去煎一个料 对 不可以 它有过程当中 对 它有过程 每个分工都很细 好 先介绍我们的食材 料理红烧牛排 所需要的食材有牛排 栗子 白萝卜 红萝卜 蒜泥 姜泥 葱 芝麻 麻油 糖 酱油 盐 还有水梨 牛排 排骨 带骨头的这个 带骨头的排骨的肉 这个牛肉为主 为主的 先说明一下 这个牛骨 一定要先用水 泡过 洗好了以后 最少要泡30分钟 要30分钟 要把它的血水给它漏掉 血水 血水先放掉 对 因为肉东西 它都有血水先放 血水给它拔掉 所以说这就已经废掉 30分钟的时间了 最少要30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血水比较轻 是因为我们已经泡过了 已经煮过了 泡过了 不是煮过 先泡水就好了 这是我们的牛排 牛排 好 今天我们用点 盐巴 用一点点 对 一点点盐 其实以调味来讲 我们用酱油为主 对 主要 就是你如果吃血 我们可以加一点盐 那个是最后的过程 我们来调的 再补充的这个盐分就对了 对 补充盐分 好 来 当然了 韩国菜少不掉这个 蒜泥 对 那如果没有蒜泥 整个蒜丢进去也可以 对 其实这个有 其实主要是提味而已 两个做法 因为我们强调 我们就是示范的菜 比较就是简单 其实重要的做法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汤汁 拿蒜头跟姜头 还有葱 先把它熬煮汤来 熬煮汤了以后 把那些东西不要 立出来 再来煮 再来煮 蒜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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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蒜泥也是很重要 因为它去腥的关系 对 有一个东西 我们从来没有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对 可能就用这么一次而已 高档货 高档货 这个是栗子 栗子 这个糖炒栗子 就是糖炒栗子 天津栗子的栗子 栗子 栗子就是现在菜市面上很方便了 其实 都买现成的 以前我们在韩国哪有剥皮 所以会来先把那个切开口 再来剥皮 对 再来是一点点 芝麻 对 在色彩 色彩上面 后面会粘一点芝麻上去 好 这个是芝麻 当然 果汁 这一道尽量就是用果汤 对 不要用盐 不是不要用糖 尽量用果汤 因为它的色子会出得来 光亮一点 看起来就好吃一点 对 后面还有麻油 麻油 我们必须要加一点 这是我们的调味的部分 再来呢 好 就是我要介绍我的刀工的部分 对 这个萝卜很重要 对 对 我们红烧的部分 对 其实加点萝卜 我们也是这个牛肉红烧 加点萝卜 对 为什么呢 因为牛肉这种本来肉类 它的脂肪再怎么少 它也是会油腻的口感 所以我们再怎么处理 把它油的部分拿掉 但是它的肉里面 还是有脂肪的 所以我们用萝卜 吸取它这个腥味 再加上有一个甘甜的味道 好 萝卜本身是有点甜 还有一点红萝卜 红萝卜 红萝卜一般都不爱吃 但是在这种红烧的过程里面 它有入味了 所以大部分都可以接受 所以在这个营养的调和里面 我们加红萝卜 也是搭配它的色彩 对 这样子 一点点红萝卜 你这样做 小朋友绝对会吃你这个红萝卜 很会 很喜欢吃 然后洋葱 洋葱 洋葱呢 它本身也有点甜味 甜味 主要取它的甜味 洋葱 葱也少不了 对 少不了 一点点葱 它有个很重要的 茂珠休闲中心位于德玉山 是典型的山岳型度假村 在茂珠最盛行的活动 就是冬天滑雪 拥有32条FIS国际公认的滑雪道 总长度28公里 还有13条上山缆车 乘缆车至德玉山国家公园 只需12分钟 以骑险雄秀的德玉山国家公园 为背景的茂珠休闲中心 被誉为奥地利建筑风格的 韩国小阿尔卑斯山 有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要介绍给大家 水梨 水梨 对 那这个水梨怎么处理呢 打成枝 要把它打成枝 对 所以我先切成小丁这样子 对小丁这样子 容易打成枝的 对 可以吗这样子 可以 因为你切得越小的话 它越容易 它容易打成枝 就不要浪费这个电 和磨损它的这个 那我给它剁一下好了好不好 那也可以 听到这个声音就 哎呀 节奏就来了 打湿了 来了 这个给它放进去 水梨 这个水梨 跟蜂蜜有一个功能 它就是有那种甘甜的味道 好 它有甜度 我们先打成枝 那我这边呢 先把我的先切出来好不好 我们先 我们先来把肉 因为我那个肉要汆烫过一次 对对对 这个肉 你可以说现在它的这个 像这个都没有多少油 不可以处理也可以 如果是像这一片 如果油多的话 你去买肉 人家不可能 就给你那个瘦的了 对对对 所以油多的部分 我们先给它去掉 可以剃掉 然后在这个骨头这个部分 给它开一刀 等一下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筋 一下子就拔下来了 好 还是肉也要处理一个就对了 对 你就在这个地方了 给它这样子 中间给它花一刀 中间给它花一刀 对 这样就好了 对这样就好了 这个就可以丢进去了吗 对 好 好 我这边来打吃 你看这个 因为你剁过了 很快 几秒钟就可以了 全部都用这个过程去处理 好 为什么这样可以切开口呢 等一下那个筋的部分 我们就炖得很烂的时候 它就可以一下子 就可以咬下来了 就顺着那个口 顺着那个口 就可以它咬下来了 好 那经过这么 我们这样去汆烫之后呢 这个烫过以后 我们这个高汤等一下会用到 因为我们为什么 就是这个高汤可以用呢 因为我们把它斜水 已经给它放过了 放过了 那你这样的时候 上面就是那脏的泡水 它就不会出来 对对对 就因为你一般 就很少就对了 对很少一般 再剃掉一点点 因为它不会很多了 一般我们在这边 汆烫这个肉的时候 上面那个东西很脏 为什么 它那个就是血水 哦 那个就是血水 好 好 所以先给它烫过一次 对烫过一次 像这个烫过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了 我来处理这个 先把这个肉先拿盛出来 对盛出来 那这个水不能丢掉 对 水不能丢掉 我们要用 你看 我们这个水不会很脏 对不对 好 我们就拿这个来调味了 好 用这个现在就调味了 对 现在就用这个水来调味 好 酱油 因为我们那个排骨 现在是一斤半的排骨 因为这个 其实咸一点它不会很咸 你觉得它现在 因为我们加了水的关系 外有是咸度不够 你可以加一点盐 但是用酱油是最好的 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把这个调味 其实如果酱油来调合适了 其实是可以不用加盐的 对 是不是这样 不用加盐的 好 你那个时候你就可以 加点蒜 我就可以切这个东西了 然后这个东西 待会全部可以放下去 对 全部可以 那我这个大 这个切成多大小呢 这个萝卜的 跟肉差不多 但是比肉要小一点 因为这个肉 等一下煮好了 它会缩小 它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不要切太大 其实你喜欢切什么刀都可以了 对吧 因为萝卜是很好吃的 在这道菜里面 对 所以说它跟葱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放进去咯 可以 因为我们这个切的大块的关系 你可以放下去 好 放好 然后呢 那你在家里觉得说 我想吃的肉很烂 那你一定要肉 先给它炖个半个小时以后 你再来把萝卜什么夹下去 那我们现在呢 因为是现场示范 我们就全部给你夹下去了 那红萝卜呢 红萝卜呢 不太容易熟 熟 所以你永远也要 比萝卜切的小一点 对 那洋葱呢 我们切片 对 切成丝 因为你切了片它就片丝了 主要不是吃洋葱 不是吃洋葱 主要它的味道而已 对 吃它的味道 所以洋葱的就熬久了 根本就见不到了 见不到洋葱了 只有一见不到 我们就是要它 洋葱里面那个焦脂 跟它的甘甜的味道 每一道蔬菜 它里面有它的一种的味道 好 我们就收取它的 洋葱 葱也是一样大块一点 葱我们切清 葱蛋就好了 葱段大块一点 因为待会儿 煮过也就不见了 对 结果也就不见了 好 来 这一道呢 我们就等它这样子滚 一直给它等开 滚了以后呢 它会缩干 缩干之后呢 就用这个水子继续 再用这个汤汁继续来 不是说一下子加了 又给它煮 要分就对了 对 你这个栗子 可以放多一点 小朋友很爱吃 没有关系 这个小朋友很爱吃 所以说 它这个不是一次用这么多的水 不是 来让它红烧 是分段式的 对 就是这样分段式的 所以要用心 差不多要用三段 三段 也就是说二十分钟三十分钟之后 之后 快干了 对 水分分 再来给它淋上去 再加水 对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 它那个水 这个汁啊 汁会把那个肉 肉会把那个汁的 汁分 给它精华 吸在它的肉里面 那我们再加下去 那这个是已经量过的 那它再吸的那个过程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不是一下子在那边一直吸收 一直吸收 它吸干了以后 差不多留一点水分的时候 你再来给它加 一次 好 你再来给它加 这一道就是我们做这个过程 那你最后我们会起锅的时候 那你芝麻现在也可以加一点 这个无所谓了 无所谓 等一下我们再来处理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再加一点 那是为了好看而已 因为你加一点芝麻的话 为了好看了 那麻油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麻油这种东西 它是有香味的 你如果早一点加的话 它会蒸发掉 它会蒸发掉 所以我们后面 最后再来加 最后面我们再加一次这个汤汁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麻油淋在上面淋一点 好 那你刚刚讲的 这个总共要分三段式 对 三段式 这前后总共要多长的时间 差不多要两个 最少要两个小时 最少要两个小时 不加上泡水 不加上泡水 前面的三十分钟泡水不算 不算 从火开了开始 对 要三个 两个小时 对 两个小时 那因为前面我们有 这个 水梨还没有加 因为我们水梨汁加下去之后 我们这里面还没有摆糖 糖 糖你在第二个过程摆下去 就是说第一次的 全部水负已经干了之后 时间剩了一点点的时候 你那个时候把锅汁放下去 第二次再放这个 对 因为糖它有一个黏的作用 如果太早放的话 你怕说我一下忘记 就剩下一点汁的时候 它可能会干锅 锅子周围都是黏黏的 黏黏的 所以我们在第二段过程里面 把这个糖放下去 到第三个过程的时候 那个果糖 它的亮光就出来了 就出来了 是这样子 它的肉里面没有吸取 它吸取它那么甜的东西 它也不会特别甜 只是外层里面有一点甜 那里面是干甜 因为水梨汁我们摆下去 所以这一道就是在用心 废工 废工 用心 但是做出来的产品 一定会让大家买 好 那我们就等两个小时 小时之后 看看有没有水龙头可以修 如果没有水龙头修 我们就暂时告一段落 好吧 等这个产品出来之后 我们再来详细的介绍给大家 对 好 那就我们就等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以后 我跟你再见面了 你要去约水 我要去约水 再找两个人 可以抽八个圈 抽八圈 不能讲抽八圈 不能抽八圈 四圈就好 研究果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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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来 两个钟头马上出好久 两个钟头好久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能够去西院看电影 是一个非常奢侈的享受 对不对 我记得妈妈带我一次去 对 然后呢就和我看电影之前 和我看电影之前有那个纪录片 就是国家建设的一些纪录片 对对对有一些 那第一个画面是什么呢 那种稻米 那第二个画面呢 就在收成 怎么这么快 这么快啊 马上就好了 两个小时马上就过去了 过去了 好 好 经过了我们三道的手续之后呢 对 现在 湯都一样 湯汁都乖乖 完全它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们这里面 这道肉呢 它的特色是它有一点甜 其实我们没有加那么多的果汤 它为什么甜呢 因为栗子本身是甜的 对 然后水梨 水梨 还有萝卜 红萝卜 其实它里面都有糖分的 都有甜分就对了 然后呢我们这个时候呢 你如果喜欢吃胡椒粉 你就喜欢吃那种辣味的话 现在来加一点点 一点点胡椒粉 哎呀 好 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啊 可以加上加点芝麻 对 那因为这个芝麻呢 就是给它一个提味的作用 然后看起来也很好看 嗯嗯嗯 好了 终于大功告成了 就这样子决定了 这一道真是费功费实 来吧 你看看这一道 其实我这里呢 牛肉啊我倒是其次 我喜欢吃吃萝卜 我喜欢吃这个栗子 真的啊 你这样子就不公平了 那我也要吃 嗯 好吃 哦 这个比糖炒玉子好吃 嗯 不是啊 所以我说栗子多放一点 没关系 小朋友爱吃 这个作用 这个汤啊水分啊 是不是一定要把它这样子 靠干 对 靠干 好 可以了 你留一点给工作人员嘛 不要都成了啦 不行啊 没有 我们摄影师啊 他永远要摄影我们的 没有 他吃不到啊 这块要 五菱介的会抗议啊 是吧 五菱介的不行 这块大的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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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块大的 等一下给我们摄影师 快快快 来不及 料理这道红烧牛排的方法 你学起来了吗 让我们来整理一下 首先把牛排浸泡在水中 至少三十分钟 然后在带骨的肉上滑一刀 接着把牛排汤烫去除腥味 再把水里打成汁 之后用酱油煮汤 加入蒜泥 放入牛排 再倒入栗子 葱丝 洋葱 萝卜 水梨汁等食材 焖煮两个小时之后 撒上芝麻 就可以完成红烧牛排了 两个小时没有白灯 看到这种菜真的是食指大动 你看跟蜜汁一样 对不对 亮晶晶的 这个韩国话我们再讲一次 叫 咖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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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牛排的一种 那筋 筋 筋就是我们可以用焖烧的 或红烧的 都可以用筋的方式 就是要给它把汤汁收干 好了 好了 我们吃萝卜了 红烧牛排 带骨的牛肉油脂肥厚 加上焖煮两个小时后 煮得非常软烂 入口即化 相当好吃 而牛肉中带有 辣椒蒜泥的香味 让人吃起来更是齿颊留香 美味非凡 我跟你讲 我们在摄影棚 只要是饭饭的时间到了 就各路人马 各界精英都来了 都带着秘密武器 在旁边stand by就对了 嗯 嗯 嗯 我能吃到一样 小孩子会很喜欢吃这个 甜甜的 嗯 甜甜的 在便当也很好 可是一般妈妈不愿意去煮 太浪费了 太浪费了 可是如果说 把这种菜端出来给客人吃的话 客人一定会非常非常觉得 我们两个呀 观众也常常会讲说 这两个人怪不得 体重越来越上升 我糟糕了 每次吃东西都来不及了 都玩那个口水事件啊 这是什么声音啊 少林寺发出来的声音 来吧 快来啊 来 没有多少东西啊 少了就都不见了 快进来啦 没有经过泡水啊 它才是完整的 粒子啊 这个配糖糖很厉害 我们摄影师 摄影师摄影师 你夹一块糖肉粉 要不然等一下 你永远吃不到 对对对对对 摄影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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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吃 摄影师又来了 老婆 买男婆 他都来不及了 没得吃了 这个银食好吃 像小铃鱼一样 很好吃 很好吃 非常好吃 很好吃